古往今来,只要是变法,那肯定是要有代价的,因此历史上变法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人物,比如谭思彤,此人为戊戌六公子之一,同时他也是死得最惨的。 此人参与变法,不幸的是没有审时夺势,结果不言而喻,以失败告终,而他年仅33岁便走向了刑场。 有趣的是,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物梁启超等人,看到形势不对,直接逃往日本,最起码小命保住了。 如果谭思彤想走是完全可以的,而且梁启超是多次劝过他的,他还是不走,他的目的也很简单,就是要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大清朝的子民们。 历史上有人就说此人迂腐,本可以不死的,但是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去做。 大家都知道,谭思彤死前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,实际历史中,在其砍头前还有一个小插曲。 慈禧让太监告诉刽子手三个字,用盾刀,这样的刀切肉都困难,更何况是砍头呢? 其他和谭思彤一起受死的,基本都是一刀必命,唯独最嚣张的他,被盾刀在脖子上砍了足足三十多刀, 才彻底死去,之后这件事被传出去,举国上下一片哗然。 很多专家都说,他其实是可以不死的,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,但是历史上哪次变法能不流血呢? 无论怎么说,他的精神都值得我们佩服。 大家认为谭思彤的这种做法是对还是不对呢?